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欢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的尾巴咯,我们要做个结尾咯。 所以呢,我们在过去这几个回合呢,已经帮你解释过,这个在iPhone手机端,透过浏览器来访问这个iJT的Serverlet通用性接口,也就是应用了iJT的Serverlet的通用性接口,来跟这个iPhone的浏览器来对接。 那这个对接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全世界所有的手机,透过浏览器来访问我们的Android电视。 好了,访问了这个Serverlet的接口之后,那大家都知道嘛,一谈到这个通用性接口,它就是代表的e&i,代表的e&i,因此呢,我们就来写T。 那么写Serverlet的T,就是写我们的这个Serverlet的程序。 那这个Serverlet的程序呢,再来透过Android的Contact跟iMy的这个两个通用性的接口,再来跟Android的App来做对接。 来做对接。所以上一个小回合当中,也帮你介绍了Contact跟iMy的接口的一种用法,以及呢,它跟Serverlet的对接咯。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接下来,要怎么跟App对接咯。 那么同样的Contact,这一个接口,还有iMy的接口。 那么跟App对接的只要是透过iMy的接口来对接。 那同样的iMy的接口呢,也是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通用性的接口呢,意味着就是e&i。 所以呢,我们要写T。这个T呢,iMy的接口的T,就是这一个买卖的。就是买卖的。 那这个买卖的呢,就负责跟App来对接咯。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要来写一支App。 这支App呢,就来跟底层的GV的驱动做对接。 来控制这个GV的硬件。 来发出信号给这个会议厅的主灯的开关。 那么,谁来写这支App呢? 那谁来调用这支App呢? 所以当然是我们现在要来写咯。 但是谁来调用? 那么,刚刚有说明过了。 是由iMy的接口。 这个通用性接口的e&i。 那我们就要写T咯。 那这个T呢,就是这一个白白的。 白白的。 所以它是Attend的这个1。 这就是1咯。 然后这就是T咯。 就是我们写T咯。 那么这就是EntreSet。 就是对T的接口咯。 对不对? 好。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看过的, 这一个Bind提供了, 这一个i。 我们简称叫ID接口。 然后呢, 现在是我们写T咯。 来这一个扣充, 这一个Bind咯。 所以我们在这里, 这里提供一个i。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i, 就是这个EntreSet。 那这个iMy的, 里头就是一个函数, 叫EntreSet。 那这边, 提供的叫做EntreSet。 所以我们要实现这里。 那在实现这里的时候呢, 这边是采取一个, 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发出一个广播型的信息, 给这个我们的APP。 给我们的APP。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图。 这个, 我们写的Serverlet,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Serverlet的通用信接口的T。 就是在这边来讲, 扮演这个T的角色。 那这个T呢, 它就, 透过这个Content的Jaco, 来绑定MyService。 MyService呢, 再来NewMyMy的对象。 NewMyMy的对象。 这个在上一节的原代码, 都给你看了。 OK。 好。 那接下来的动作呢, 就是绑定了Service之后。 那么, 在这里, 它绑定了透过ContentJaco, 来发出BindService的, 这一个函数的调用。 就来, 接下来, 在My的Service。 就是, 再, 你仔细如果再回头看看, 这一个Serverlet的代码。 它总共发出了, 两个函数的调用。 就透过Content。 第一个, 就是, 调用StartService。 第二个动作, BindService。 好。 那这个动作呢, 就会New一个, ByBinder这样的一个对象。 再把ByBinder的, IbJaco, IbinderJaco, 传回来给它。 它就可以透过, 这一个, Ibind的Jaco, 来调用, ByBinder。 ByBinder。 那, 调用的时候呢, 这个调用的动作, 就是, 这一个动作。 就是, 调用, 就调到, 这一个, 调用到, OnTransit。 好。 调用到, MindBinder的时候, 在这里, 它就发出一个, 叫Broadcast的, 一个, 信息, 给APP。 那APP接到, 这一个广播型的信息, 就可以来, 调用, GP, 的驱动。 好。 那我们, 再来, 这是我们这一个例子的, 写法。 但是, 事实上, 如果你, 你今天, 在这里, 如果, 不去透过它, 这个动作, 不做, 不写这个, 这个也不要, 直接, 透过By, 的, Contact, 来, 启动这支,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 当时会写这个, 是因为, 这支APP, 已经, 先写好了。 所以呢, 就, 用, 不去改它。 那么, 如果呢, 你这个APP, 目前还没有开发的话, 只有, 驱动写完了, 那么, 你就可以, 不写这一段, 你直接, OK, 在ServerNet, 因为你, 既然抓到了Contact, 你就可以Start, 这个Activity了, OK, 但是, 这次, 这个, 属于, 实践的, 小细, 开发, 实践的小细节, 在我们这里, 就只是稍微, 帮你说明了, 啊, 这样的一个, 可能的做法, 啊, 所以, 在接下来, 我们就, 准备来, 看看, 这一个APP, 的实际代码, 那, 包括一个应用的, 类, 叫做, 啊, gbapp activity, 那, 它的用途呢, 就是, 衔接到, 底层的, gb的驱动, 然后, 来控制硬件, 发出这个gb的信号, 给这个, 墙壁上, 的这个主灯, 啊, 所以, 这里开发一个, gb的app activity, 连接到, 这个driver, 然后, 来控制这个主灯, 那么, 刚刚有说明了, 其实, 这一个, activity, 它是, Attend的, 这个, activity的, 好, 就是我们写的, 这个t, 啊, 其实, 这本身就是一个eit, 对不对, 然后, activity呢, 又是继承了, 这个contact wrapper, 所以呢, 这一个, 这个activity呢, 啊, 我们, 其实呢, 也是可以, 透过, 这一个, 啊, start activity, 来把它启动的, 来把它启动的, 好, 这就是刚刚说明了说, 如果, 我们, 在这个serverlet的地方, 在这里, 我们, 刚刚是, 透过先绑定service, 取得minder, 再来调用binder, 再来跟它沟通, 其实, 这里头可以直接, 透过contact, 来跟它沟通, 为什么, 这里就在说明, 这样的一个道理, 因为, 啊, 这一个, 我们的serverlet, 啊, 就是, 在这里的serverlet, serverlet可以直接, 透过contact, 来start activity, 来start的这个activity, 因此呢, 就可以把它启动, 启动的话, 就可以来控制db了, 那就是, 一种做法, 那这种做法有很多种, 好, 所以, anyway, 我们现在继续, 谈我们的原来的做法, 就是, 这种的做法, 我们现在这个范例里头的做法是, 先绑定service, 然后, service去new, minder, 再把iminder接口传回来, 好, 这样子, 然后, 再透过这个, 啊, iminder接口, 来调用他的onTransact, 就是, 刚刚这里, 调用他的onTransact, 啊, 再来, 啊, 发出这个信号, 啊, 这是, 让minder呢, 发出这个信号, 给这一支AP, 啊, 给这支AP, 啊,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 这个, 这个, 代码咯, 所以这支AP, 它就, 啊, attended activity, 啊, 现在, 在写的, 讲的是在这里, gb, app activity, attended activity, 啊, 所以这个是E, 这个是T, OK, 然后, 这个都是I的部分, 啊, 这个on开头的, 都是I的部分, 啊, 这是I的部分, OK, 啊, 所以, 这里头, 我们就等于写了一个T, 来implement, 这个activity咯, 啊, 的所有的, 这里抽象的函数咯, 好, 在onResume这里, 那么, 就会new一个receiver, 啊, 来准备监听, 准备接收来自, 刚刚, mymyder所发出的广播信息, 啊, 在这里, 刚刚这个由mymyder, 在这里, 刚刚是由mymyder, 对不对, 发出了广播的信息, 叫blogcast, send the broadcast, 啊, 然后, 把这个信息送出来, 啊, 发出这个信息, OK, 然后, 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 因为广播型的, 所以呢, activity, 他只要, 有一个耳朵, 他就可以接收到了, 只要有一个耳朵, 就可以接收到了, 在这里, 所以呢, 他就设一个耳朵, 叫做receiver, 然后呢, 啊, 他就可以, 啊, 接收到, 这一个,啊, receiver的, 他去注册一下, 就是说, 在activity头呢, 他准备了一个小耳朵, 而且呢, 注册一个, 把这个小耳朵注册进去, 注册到哪里, 注册到Android的平台, 啊, 好, 那这样子, 他就可以接收, 这一个, 啊, 广播型的信息咯, 他就可以接收广播型的信息, ok, 好, 那我们, 就来, 看看, 他, 这个, 接收的是什么, ok, 好, 那我们, 接下来, 就来, 看看, 这一个部分咯, 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找一下这个, 啊, 广播的地方, 咦, 怎么不见了, 看一下, 哦, 在这里, 在这里, 哦, 在这里, 你看, 我们定义的一个小耳朵, 这个小耳朵呢, 是, 啊, 这个, 这个, 啊, Vocase Receiver, 这个机类, 这个机类, 这是Android的四大机类之一, 一个机类叫Activity, 一个机类叫Service, 这你都看过啦, 一个机类叫做Data Provider, 啊, 叫Content Provider, 这你也看过啦, 那这个叫Blocase Receiver, 就是第四个, 重要的机类, 所以如果, 他的小耳朵呢, 接收来的, 有信息进来了, 他就会执行这里, 所以刚刚, MyMind的送过来的信息, 他就传过来了, 啊, 传过来了, 啊, 传这个Intent这里, 所以他从Intent的把信息抓出来, 啊, 抓出来, 好, 好, 我们家的Library, 好, 那这个, 就是扣掉, 扣到了, 本地的函数, 啊, 就扣到了, 本地的函数, 叫ZNI的函数咯,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这个课程也曾经, 花很多时间, 说明了, 这一个怎么调用本地函数, 所以我这个时候, 就不再谈这个咯, 好, 那我主要是谈, MyActivity, 它送出的广播信息, 让这一个,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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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Minder, 就刚刚的这个MyMinder, 送出的广播信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MyMinder呢, 送出的广播信息, 然后, 这个, Activity就接到了, Activity接到, 在这里接的, 啊, Activity就接到了, onReceive, 接到的时候, 把这信息, 把它拿出来, 那把它交给, 啊, setPowerStatus, 那setPowerStatus呢, 就在这里, 那PowerStatus, 这还是加法成的, 它就调用, C的, 啊, 啊, 跟C++层的, 这个本地函数, 然后就扣过去, ZNI咯, 啊, 然后ZNI, 就往下, 调用驱动, 啊, 调用这个, 啊, Driver, 啊, 那么就可以, 控制了, 这一个,啊, LGB, 的这个驱动, OK, 所以这一段, 就是ZNI的部分, 就是负责呢, 跟这一个, 啊, GGB的驱动, 做沟通的, 好, 因此呢, 就可以, 打开了, 墙壁上的, 这一个, 开关, 然后, 打开了, 会议厅的主灯, 好, 那我们就, 整个程序的部分, 帮你介绍到这里, 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解语, 好, 从上面的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应用了, IJT的, Server的接口, 这是一个免费的, 软件, 所以我们, 免费, 用了他的, 这一个通用性接口, 来跟iPhone的手机, 做对接, 让我们, 让所有的, 手机, 只要跑浏览器, 都可以来跟我们的, IJT做对接, 都可以来访问我们, 电视机里头的网页, 然后, 这个Server的接口, 再转成, 它, 对, 这一个, T的接口, 啊, 然后再经由T, 透过这个接口, 调用T, 然后呢, 这个T呢, 就是, 我们写的Serverlet的哦, 啊, 那Serverlet的在使用, content的接口, 来调用, 这个, Start Service的函数, 来启动的Service, 那的Service呢, 会再去New, 买卖的, 的对象, 又把这一个, iMind的接口, 传回来, 给这一个Serverlet, 然后呢, Serverlet就透过, iMind的接口, 来, 发出, 这一个, 啊, 来调用, 买卖的, 来发出, 这个Blockcase的, 广播型的信息, 给这个APP, 这个APP, 有了这个小耳朵, 啊, 透过这个小耳朵, 接听到, 啊, 接听到, 这一个, 广播型的信息, 然后, 就来, 调用, 本地函数, 透过C的部分, 因为驱动, 是用C写的, 透过, 透过ZMI, 来调用C的函数, 然后, 再透过C的函数, 来, 跟驱动, 做一个衔接, 沟通, 然后来, 啊, 这一个控制, 这个驱动, 驱动, 控制硬件, 啊, 这样子, 来完成我们, 打开, 闭灯, 开关的一个, 任务, 因此就, 拿成了, 我们整合的, 透过, 整合的, 这一个iPhone手机, 跟Android电视机, 让我们的用户, 可以从3000公里外, 甚至2万公里外, 的欧洲, 美国呢, 能够上网, 来访问我们的电视机, 就可以从远距, 来打开我们, 这个会议厅, 的主灯, 以及电视墙了, 因此呢, 我们藉由三个, 现成的通用性接口, 的联合应用, 就完成了我们的, 多机整合, 多品互动的, 架构设计啦, 而且, 也表现的, 蛮亮丽的, 你觉得呢? ok, 好, 那我们就, 这个单元, 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这个例子, 就帮你, 解释到这里, 谢谢各位, 多许多点,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